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消息 在国务院明确2019年底 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后 目前已有30个省份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交通运输部表示 取消收费站不是取消高速收费 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以后 只有跨省的清分结算和运营服务 由中央平台负责